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恭喜赵丽颖 获得三大视频平台粉丝榜冠军 孝战和王一博相互竞争 到了年底 关于各位明星艺人在2021年所付出来的努力 大家也看到了 不同的平台都有关于对他们的一个总结 恭喜赵丽颖 获得三大视频平台粉丝榜冠军 孝战和王一博相互竞争 主流的视频平台是明星爱豆 与粉丝们建立一个互通的桥梁 在这些视频平台之中 哪一些明星艺人获得粉丝数最多 哪一些艺人在作品之中 带给了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呢 近日有一个关于三大主流视频平台的 明星在线粉丝对比数据被整理出来了 从当下的三个主流平台来看 赵丽颖是女明星艺人之中的冠军 而孝战和王一博受关注度最高 他们之间在未来可以说是相互竞争 腾讯视频 爱奇艺视频 芒果TV这些视频流平台上面集合了大批量的粉丝们 有专属的明星粉丝频道 腾讯视频 爱奇艺视频 芒果TV都有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视频平台的明星粉丝榜 女明星之中 要数榜首还是赵丽颖的 这也算是给赵丽颖在2020年的事业与热播的片子 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在男艺人的排名数之中 其实大家一致认可的还是王一博和孝战 两位的在三个平台之中的人气 王一博和赵丽颖所走的路线其实有一些相似 另外孝战也是如此 他们算是在电视剧之中获得了最佳的成绩 而每一个平台的数据统计方式不同 所以在粉丝数上面也有一些差异 比如在爱奇艺视频平台上面 陆寒仍旧还是属于顶流的第一位 而且第二位是杨阳 这个数据其实可能大家不服气了 毕竟陆寒是属于第一代的流量男艺人 所以这一个数据其实应该是要被孝战和王一博给顶替掉的 还有就是王俊凯和王源等明星都没有进入前三 这的确有一些让人感觉到意外 不过一扬千玺在芒果这个视频平台上面进了前三 而陆寒则到了第四位 王俊凯在前五 如果王俊凯的视频节目或者是电影的拍摄机会多起来 估计实力与易烊千玺不相上下 在这些明星艺人的排榜之中 大家觉得这样子的合理吗 你印象之中最成功的男女艺人 最能排第一位的又是谁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我们的品牌 אפ让我们讲两个小的时候 的话 wavel将文是真的发现